同心祷告 为台湾守望 又使这众人知道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撒末尔纪上17章47节 前几天因为教证回归一词 引发不少的讨论 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分析 还有争论 让我们给教证回归自己 转向神的应许 我们的神只要以为我们得胜 让我们不是用刀用枪 只要留下祝福和鼓励 墙口一致瞄准仇敌 相信领我们征战的 是耶和华得胜的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的主 我们是何等的蒙恩 在你的尖宣里 我们有自由 不因恐惧被挟制 让我的情绪失控 说出谩骂不合一的话语 亲爱的主 我奉你的名宣告 那些恐惧与谎言的欺骗 不能靠近我 因为你已为我胜了世界 只愿被你的喜乐 与平安来充满 使我的口充满你恩典的话语 主的刚强 成为我得胜的力量 我们必能同心战胜仇敌 共同守望台湾 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